船鼎国际有限公司GZ600 Captain Green 什么是防卫室? 它是预防静电碗带或协去不要在EPA使用中突然失效 您需要更安全的静电防护测试器来帮助您 防卫室数位显示人员静电防治联网系统 主要结构分为测试主机及资料处理卡机两大部分 主面板LCD及LED测试显示区 可使用单、双、回路碗带 高弹性按压铁板 三组输出控制端子 卡机数位化人机界面 底部及背面各有一组连接端子口 方便壁挂及立架等形态装设 操作步骤 人员穿戴好静电防治后 站立于双脚测试铁板上 带着碗带插烧插入测试孔 个人卡片感应于卡机前 按下中央感应铁板 逾三秒后出现声响 LCD及LED显示测试结果 传统类比式静电测试器 都是利用与预定参考电竹的比较 所以误差通常高达20%到30% 而传领数位化测试器使用数位逻辑电路 有如数位电表般精准 误差小于5%以内 接下来以专用电阻核模拟鞋测试模式 将电阻核设定于1M low时 显示Fail low警告 设定于1M safe时 显示Near fail low预警 设定于35M safe时 显示OK合格 设定于100M safe时 显示Near fail high预警 设定于100M high时 显示Fail high警告 当资料卡机未连信时 人可记录超过1万笔测试资料 资料处理卡机除了建立及收集资讯 也可控制测试器各种测试参数 例如当我们进入卡机操作模式后 可愿意调整晚带及鞋距下限至750K欧姆 也可将鞋距上限最高调至1G档位 可依需求符合欧、美、日及中国国家标准 何谓Near fail Near fail为禁失效功能 是传品公司产品开发专利设计 以目前法规限制人员晚带及鞋距的标准 当鞋距出现组织偏高但合格时 在LCD萤幕上显示Near fail信号 LED显示黄灯及绿灯双灯号 来提醒进入EPHC的人员要检查防具 若搭配本机提供的干接点控制制动门 就可设定人员强迫检查后方可进入 GZ600IMS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管理软体 及时接收画面可观看人员进出测试状况 ESD报表管理有11种查询条件资讯 ESD量测异常追踪模式 可追踪测试失败修正结果 连线测试可检测每一台测试器状态 资料库可指定本机或远端储存 排程设定可订阅7日内各种查询条件报告 以及其他多项人性化功能 对于十分重视静电控制的制造业 包含半导体业、光电LCD、LED产业 PCB软硬板、表面黏着装贴业 PC、NB、智慧型手机等 都是我们产品的适用对象 本产品亦有多项选购配备 不锈钢支架 GZ600专用校验电阻盒 电子校验软体可修正测试器误差 精美壁挂镀铬锣柱柱柱柱柱 可外加立体型声光灯柱 使用船顶国际产品 将提供一个月内新品故障免费换新 并有一年原厂无偿保固 五年保修服务 如需其他详细资讯 请查原厂网站 www.megalinsauce.com 或直接联系全球各地经销商 感谢国内外各大厂 支持爱用本公司产品 感谢您再会 7.213